这个奥运会焰火的这个庆典 当时您是通过非常激烈的竞争上赶 竞标得到这个东西 那再次搞这次国庆焰火是不是就容易了很多 这个过程开始的过程是怎样的 这一次从参加来说倒是容易的 因为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定下 要找那个张艺谋还有我去做这个庆典 张艺谋我当总导演我当总设计吧 但是其实我主要是做燕火 那艺谋也是做这个广场上的广场 那就基本上人家已经是早上了 反倒是我们当时从我这个角度是已经离开了北京 回到美国来住 都看完一小时回到世界人民的怀抱里面来了 因为在北京只有两年半 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歌迷的艺术展望 都在等着 所以没来了 但他们还是因为通过了奥运这一个事情 从政府上层都希望开幕式或者是正晚会 比较有创意 而且艺术家带来的不光是一个艺术创意外 还有一个比如说人性的主题啊 还有那个国家的开放 这种东西都影响 会比平时做的那种活动更有效果 所以我来找到一 这开始我是尽量一下 不参加 所以 那个人一直推托 说 确实是吧 但后来 他们还是 要不让我推荐一个做这个烟火设计 那我推荐了一些 其实都是厂家啦 做全世界 不要说中国 就全世界搞这种烟火设计 把它当成艺术品在构思啊 做的就很少 大量都是 就是我们像在我们在纽约也是 美西这种那个烟火晚会 美国的国庆 它每年都是一样的 大海其实是大同效益 但这种东西就是你 每年春天花园里面鲜花都盛开 你也是感动的 对不对 但你要说今年的鲜花 以前的鲜花有什么意识构思啊 那花园就是这个 烟火是就像圆巅 就是这个 所以我其实帮忙介绍一下 大海这里 没有什么 他们推荐不了的事情 后来 我们是为此帮忙做一些创意 然后 但是创意这种东西 就是一拿出来 肯定是 有壮意就是有一些新颖的东西 有新颖的东西 就要去解决一些传统的 烟火没有做到的事情 那你就要花时间 开始我给他们 几个创意 一个是用千人组织 喷烟火 在天安门广场 写出人命的晚睡 十五岛 这个整个整理念上面 就是 因为这是一个 广场的 历史 然后 实际 我们都会知道 这个广场 从建立的世界上 去乱说 我们都会交往前 大乱说 大乱说 对 这一个 他一张张 可爱的笑脸 在天安门广场上 他们也是 此时 形式上 是一个天不可思议的 这也是一个 草莽 理念什麼 下征的這個時代 應該有些人更多情緒 或者以人離本 走出法 跟人家說 會叫做主體 這個事情 那這種東西 依荒岸以為 而且有多數的要求特別接受任務 那就要去操作這些事情 如何讓它安全 因為幾千人要燒起來 早了以後 救都救不了 跑都跑不了 所以如何安全 另外一個是 這個方案都差不多被拿掉了 因為開始是人拿著噴 但是噴的時候經常 因為有一個人拿 經常會咬 或者是歪 就燒到別人了 什麼就很複雜 有時候還沒拿起來 就燒了就噴了 所以就很複雜 最後我還是快拿走了 我就被公安取消了 後來我說 我們改成架子 他們有一個架子 就像那個 三腳架一樣 但他們用手按流就可以了 噴了 不會倒 所以公安又給他拿回來 又把公安的手套又搶回來了 然後像那個山戶巨大的繪畫 在天門廣場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是喜歡把火藥 能在紙上噴很大 炸成很大的繪畫 但這一個能不能把天門廣場 做一個很大的繪畫來表演 那這個開始更野心更大 有四十米高 一百二十米長 但是四十日這個這麼大 四十米高 那不得了十幾層個人高 這個是操作上很不方便 另外尺寸也太大了 那個天門它有很多燈桿 把它切了 那樣的畫面 後來就縮小到一百 二十五米高九十米的畫面 那開始我提出 第一下 因為整個王位 開始是我的祖國 整個作為一個 整個王位 故事是我的祖國 第一頁章 這是偉大的祖國 這是美麗的祖國 那我是想 首先燒出一個江山萬里圖 表現這個美好河山 一下就變得很溫馨的 很感人 然後 我這種衝贏 所有人家都會感到很大 而且我又給人家看了 我在奧運玩了以後到廣島 去拿廣島的獎 就是一個侯兵獎 我做了一個山水 一個巨大的山水 繪畫四十五米 然後地面灌滿了水幾十噸 觀眾可以在繪畫這個山和這個水中間走 就像走在山水裡面 很美大家一看就太漂亮了 可是我認為中國大陸那麼多畫家 就請畫家們畫吧 我就是給了一個創意 然後就找了北京畫家 找了很多大畫家 畫很多人都搞了 一看都不對很難畫出來 大家想太多了 很多松樹啊 雪山啊 火部啊 很多窯洞啊 黃河大江啊 太多了 根本沒辦法煙火做不到的 而且也沒有這個符號性 其實就是有一種河山的符號 後來弄了半天都弄不出來 他們就一直給我打電話 好 所以算了 我就在這邊弄一下 讓我自己也注意一下 因為電腦圖一畫 一記過去 大家看都很簡單很大 有山有水有泰 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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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這就是 就是說 想像的美好河山就這樣 而且煙火可以做得到 主要是我做得到 煙火做得到 煙火這個東西不是萬能的 然後 然後 可是這個圖就我做了就很好了 就OK啦 可是接下來就是工程圖了 這個要把這個圖 要轉成那個 在這個網上 網格上 哪一個管放在哪裡 十三公分有一個管坑的 然後 是先畫了哪一個山 再畫了哪一個水 歷史草再長出來 瀑布再下來 太陽出來 水影再來 要有順序 所以又做了工程圖 又做了電腦的動畫效果圖 那煙火公司就知道 整個點火是怎麼點怎麼點 才慢慢畫出來的 其實煙火公司就相當於一個 大樓的承包商 他要來剪這個 但是我 當畫了一個這個大樓 宏尾購詩 畫完了 其實是沒用的 他不知道怎麼建 還要去給他做工程圖 工程圖完了 還要去監工 監它是不是這個 有噴出這個樣的顏色 這個紅太陽這個紅 是不是這樣的 那個瀑布是不是 在這個位置上轉得漂亮 就是一步步就這樣 陷進去 就一直做下去了